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听道人老师说 静安经很容易读 念起来很顺 但是讲可是不容易读 读读而难讲 读读而难解 我已经讲过好多遍 静安经了 但是我现在讲 我还是感觉要用点心才可以 不然还是很难理 确实不容易讲 当然这是我的智慧不够的一个关系 我还听说我讲的正德遍呢 您看听你 结果还是不顺带的一个关系 现在这一段文是欲得正德法身住处 前面是欲得舍身住处 欲得严舍法身住处 这里就是在进一步 正德法身 正德法身 因为前面说 菩萨欲得舍身 前面说 传讲到佛陀的相好光明 非常的殊胜 所以就修削六佛的密集风格 回向 愿者佛的相好光明 给予身下 佛说舍身的 虽然相好光明 也都是希望的 就是无常败坏下 应该求佛的法身 那才是真实的 所以就有这一个住处 欲得法身住处 这个法身有两种 一种是自相正德法身 一个是福相正德法身 自相 智慧相的法身 这样说 你有多少种法身的不同 第一个是理性的法身 清净法身 就是离忘的真理 就是诸法济面相的真如的理性 那叫做法身 前边 欲得法身 遇得法身 要见诸相非相 正好是说这样的理性的法 诸法济面相 第二种是个自相法身 这个字 就是能证尊重理性的无分别智慧 这是自相法身 也就是所谓报身 这清净的理性 那是一切众生和一切诸福是平等无差别定的 那不是由修行所成就的 本来就是由的 所以从此说 这一协一切一相 你有责运彼会责到这种内容 现在在子相法身 这个字 就是阿尔多罗山间禅师和定 就是无上正当正臣 这样的清净人马的智慧 要修行才能成就的 这是我的做法甚 第三种就是这里说的福相法身 这个福相福德相 言明之为法身 这是指什么说的呢 这是指我们授时读书 学习金刚多日 学习波罗密经 学习波罗密经就得到了 就成就了无量无边的福德 比如说我们没有得圣道 没有得无神化言的福德 在般苏彼此时代 我们能够发清静心 发成本性 来学习这个金刚多日 我们也能够清静地 有清静地动机 为人讲解这个金刚多日 为人讲解这个金刚多日 那要或者斗神化言的 斗神化言的人 他也可以为人讲解金刚经 就是实地福上 为人讲解金刚经 因此而得到殊胜的福德 这些福德就可以名指为福相法身 这个在我们的凡足地的时候 内入圣位 我们能这样子 清静波尔波罗密经 如履作义 能随甚地思维 修消使官 法水法性 这样子或者是自己学习 为他一讲解 得到殊胜的福德 这个福德 是能成就实地菩萨 不上不提的一个因而已 因为实地菩萨也能奋赠 真如地法身和自相法身 到佛地境界里 修精圆满 自相法身清静法身 被无量无量的获得苦 所引福住 自相法身也没有成就 所以只能够这样学习佛法 而得到无量的福德 这个福德 它本身不可以名指为法身 但是能为法身做因缘 也就名指为法身 这也等于就是借光的法 这个意思 这样说 这个福相的法身 是最前到最近一步 才是自相法身清静法朝的 是这样的意思 那么现在这里先说明了 欲的自相法身 也应该有了一个住处 要住在这个第一地这里 也是要有菲尔波人力才能成就 波人力才能成就 波人力的话是不能成就的 这虚无的余一炎肉 并且是未可以善了公司 佛在这儿 是幻一炎不二 为了度化了生死凡夫的众生所献的佛神,那是佛硬化神。 佛的意思是你不要求硬化神,你要求佛的法神,佛的自相神。 是这样的意思。但是你要求这样的自相神,你还是要先要学习波尔波尔尼,来建立地毕地才能成就。 这一段要义就是这样。佛教虚佛提说,余意愿合,在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样想法呢? 这是个问题,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如来的多了三个敌也,如来又说说法也。 这是两种智慧。佛三大阿僧细节,功德严满,得了无上无敌,成就无上无敌。 成就无上无敌以后,就是专法论,主度众生。 你因为佛也为一切众生说法了的话 这是一个问题 本来这是两件事实 佛三大乘七节功德阳南得上佛地 这是一件事 得上佛地之后又为一切众生说法 这也是一件事 这是两件事 但是你我也问 你因为佛头上佛地了吗 佛为一切众生说法了吗 这个头上佛地是自己修正因缘果满的境界 那是足分别制的境界 为一切众生说法 那是后的制 前面是根本无分别制 这是后的分别制 也就是前面是如理制 后面是如量制 这是自立和立一切众生 立一切众生 从这两方面提出这个问题 再问这个虚不提真者 虚不提言 如而解脱所说一 虚不提出这两个问题 他心里面有多少不决定 所以就说 如而解脱所说一 是佛的境界 佛得阿多三百三个提议 那可不可思议进去 佛为一切众生说法 也是不可思议进去 不是得阿多 我的阿多汉能够真实地了解你 但是你可是也是得阿多汉能够了 得阿多汉能够了无微的净性能 也是不是平常人 所以用我所修行成就的这种智慧 去比较地推论佛所提出的这个问题 佛得阿多三百三不听了吧 佛为一切众生说法的话 我再去理解这个问题 大概应该是这样 为了定法 明阿多罗三百三不听 以为了定法 如来可思议 应该是这样的意思 这个为了定法 就是定 定就是决定的意思 不可以改变的 那么那就是决定 这个决定呢 怎么讲的话 怎么叫做决定 怎么叫做不决定 这个决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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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非因缘三百 那就是决定 因缘三百就是不决定 应该是这么说 比如说是这个 比如说是这个 比如圣音 圣音 圣音呢 是有因缘 各种不同的因缘和和了 它发出来一种圣音 反而是这是音缘圣发 因为音缘不同啊 所以发出来的圣音也不一样 所以发出来的圣音也不一样 母交发出来的圣音很不一样 母丙 和美人都不一样 这什么原因也不一样 这是音缘部分 发音的那个机构,那个阻止不一样 所以它发出的音声就是这样 如果这个音声不是音源发起 那个音声就是决定的,决定就是这样 发起的,发声音源的,发出来声音的阻止 其中有一部分它是改变了一下,音声也就是要变 音声就会改变,或者向好的地方变,或者向坏地方变 音源要变了,这个声音就会变 因为声音本身不能决定,它是靠音源有的 音源来决定这个所声化,所以所声化本身它不决定 音源一变了,所声化就是要变,所以它不决定 要是不是音源发出来的音声,那个音源是决定的 你没办法改变它,你没办法改变它,你不能改变它 它要它就是那样,你不能改变它 所以从这个音源三访上看出来,什么叫定,什么叫不定 现在这里说呢,无有定发明阿多罗三辣三菩提 就是佛的无上菩提,是由佛三辣阿生其解,清净善知识,清闻正法,如以作意 发水发行而后成就的,就是因缘成就的,不是无因缘,自缘的 所以阿多罗三辣三辣三菩提,它本身是不决定的 所以这个定这个字,你要在中观论上说,就是有自信的东西就是定 有自信的东西就是定,有自信就是不是音源所声的 要是音源所声的就是不决定的 所以说佛如来得阿多罗三辣三菩提 所以说一句,佛是得阿多罗三辣三菩提 但是阿多罗三辣三菩提是自信空的 它是没有自信的,无上正能的智慧 是由因缘成就的 所以要观察自信空,观察无上菩提清静的智慧是自信空的一方 就是无菩提可得,没有阿多罗三辣三菩提 在自信空那里没有,无上法可得 所以如来得阿多罗三辣三菩提也,无上法可得 也在自信空这方面看,就是没有得,没有菩提可得 那没有得也没有菩提也,这是相对的 这是回答这个问题 以物有定,如来可说 佛为一切众生说好的时候,也是随身因缘,随机说好 这个众生有业障很重,有没有善根 这种人佛要为他说好的时候,是说一类的佛法 所以那个人没有业障,善根很深厚 佛要为他说好的时候,自言之后 业障重没有善根就不同了,所说的法是不得的 不是说决定,不管什么呀,就是决定说这样的法 也不是,是有一个定法可说 佛所安理的一切的法门,或者是世面处 是正经,是如意诸,无根无理,吸血之,八三道 山西道连流,罗勒密 还是说金刚佛尔经,或者说大平佛尔经 或者说花眼经,说阿恨经 都是对当时听法证生的更衣 而这样所要说的,这是因缘有的 所以也是,我有定法可说的 没有定法可说,但是无定之中 佛也还是随时各样的因缘的,不说各样的话 而不会差击说法,不会说说法不气急 气急也不气,气离也不气急了 或者是气急也不气离了,有没有这回事 那么,虽然是没有定法可说,但是佛说的法都是有道理的 而且也不是滥说,都是胡说八道的一样 比如说是现在,我说 那是东方,这是西方,这是南方,这是北方 这个方也是假例 对西也说东,对南也说北,也是相对的 但是,虽然是不决定的,你可不能耐受 你可不能耐受,不能指动划西 虽然是南,你说是北,这也是不可以的 还是有灰秘,你都能乱你 所以一些话都是不决定 对善儿说恶,对恶儿说什么 但是你不可以做恶 做恶儿就可能要到三个道去 但是这些话也都是不决定的 所以就是这里面的话的意思 没有定法可说,但是也不是滥说的 它是道理的 那么,佛提出了这个问题 这么样,提出这两个问题 也问 那么,这时候是虚不提尊者这样回答了 我有定法,明阿多罗善来三个题 你无有定法,如来可说 何以故 这底下,解释 解释 前面的我有定法,可证,可说的道理 什么原因说 我有定法,明阿多罗善来三个题 你无有定法,如来可说的 不可说,非法,非法 这是解释的原因 解释的原因 只是解释了我有定法可说的证据 前面那个,未定法明阿多罗善来三个题 你说,天心不是说问题 如果你没有走到阿多罗善来三个题 你是不会说话的 所以,不能为一切众生 没有佛法的地方 能建立佛法 那就是他占得阿多罗善来三个题 那就是他占得阿多罗善来三个题 所以解释了这一个问题 也就是解释前一个问题 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 不可说法 为臣们为了定法可说的 因为佛所说的 因为佛所说的 所说的 为一切众生所宣说的 无量无边的法门 都是不可取的 也是不可宣说的 这个曲是在心上说的 这个不可说的 这个说字是在口 一个是心 一个是口 这个心 只要是有下 心就能去圆虑 就能去圆虑 就能去圆虑 就能去 心呢 去取那个象 就可以分别 可以思维观察 叫做取 这个说的就是要有名字 要有名 各式各样有名 有了名 然后呢 你就可以啊 根据这个名 把它阻止起来 就可以说话了 要没有名字是不能说的 没有象 先就不能取 但是这里边说这个名象呢 是什么呢 是说 所说的一切法 都是没有自信的 就是没有自信可取 没有自信可说 这样意思 你心里面想的 在思维佛所说的话 佛所说的法 都是因缘 还有 都是没有决定性 所以如来所说的法 这不可以取得它有自信 不可以说它是有自信 在语言上不可以说有自信 在证物上也不可以说是有自信 在证物上也不可以说是有自信 这些话就是无法 在空上有自用到達可得 这非法 就是无法 无法 就是一切法了不可得 这是非法 一切法了不可得 是一种是在自信空上说 在自信空这一方面来看 有少话可得 就是现在我们听见靠了就去 发出圣音来 发出圣音来 你在圣音的自信空上来看 自信空这里面没有圣音可以 我们听见的圣音是出因缘来的 不是自信在上面 不是有自信的 你从这方面去思维去观察 的确是在一切法自信空上看 无有少话可得 非法就是无一切法可得 也就是一切法都是自信空的 非法 非非法 前面这个非法 就是说一切的音乐生活上 你不可以知道它是有自信的 这是叫非法 那么这样子也不可以知道有自信 不可以取得有自信 那么在自信空上看一切法都不可得了 而这不可得的就是无为法的境界 这是叫做非法 这无为法也同样的不可以取得它有自信 所以叫做非非法 所以叫做非非法 这样子意思 这样说呢 也就是二地的意思 一切的圆解法不可以取得有自信 一切的第一地也不可以取得有自信 一切的第一地也不可以取得有自信 所以这和一切先生建议无为法而有差别 前面是单独说佛的境界 佛是为了定主 法命阿多罗三法上的一位定主 法可说 这里下个意思不再是佛 所有的佛教徒 所有的学习佛法的 相信佛法的佛教徒 他有所修正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三乘圣殿同入无意法性 所以法不经常说 俄等同入法性 这在佛尔经上是最明显的 俄等同入法性 这得表示这个意思 所以这和不但佛是这样子 一切佛教徒都是一样的 为什么知道呢 一切先生建议无为法而有差别 所有的这个闲银和圣银 他们都是学习无为法成功了 而才成为圣灵的 才得圣道的 但是得圣道的智慧 由深由浅就有差别了 这样子 这个闲呢 就是内凡和外凡的 学习佛法 每个圣道之前 有内凡和外凡的 都可以称之为闲 都可以称之为善 都可以称之为善 安子善于了 所以这是闲 这个闲呢 就是他呀 他能够发菩提心 或者发身分菩提 或者圆角菩提 或者无常菩提 那这就是非常兴盛的功德 可以称之为善良 他又能进一步的修小子观 念念再道 不懈怠 能精简地用功修行 能调伏烦恼 不懈怠 不懈怠 那当然更是闲了 那就是内观了 也是闲 那么要是能断获正真 那就是圣灵了 他能见到圣道了 知道生死的确是苦 没有圣道是大 如果经典 那就是圣灵了 见义无为法 他们这无为你 就是没有深入一面 一切法自信空中 密一切法不可得 也就是在自信空上面 无有深入一面 一切法可得 所以讲无为 就是一个济缘相 不管是什么样的佛教徒 不管你是出国也好 二国三国 来得无身法也来得到佛的境界 都是学习无为法而成就的 十字选择上各个学无为 都是学习无为法才成就的 在文文经上 文文经定字品 《罗赫罗》这一段 《罗赫罗》这一段 就是罗赫罗尊者这一天 史以宜头讨特长人 他就一直说大臣实在问他 是你捨了 杜德王的位置 出家了 出家的工作 dirtard 超过杜德王的王 口 你生 unless you lost the children 然後維吾傑就說,你為他們說出家有很多的功德, 你說的不對,出家是一點功德也沒有的。 什麼沒有功德呢?出家是為了無違法而出家的。 在無違法上看,無啥法可得? 無違法可得? 你得到出國、二國、三國、四國、樓上、布地都是無所得的。 哪有功德可得? 這個進階真實,真是妙子很。 要是我們平常也有功德,我才出家。 在無違法,你看沒功德,沒功德我出家幹什麼呢? 你不想出家來吧。 所以一切先生,你得無違法有功德。 因為你得到無違法以後, 你才真實地嘗到了出家的味道。 這就是三生同入立法性。 建造威法以後,有無良功德莊領, 無良的確定會有莊領。 但這裡面有很多差別, 出地就不是二地,二地就不是三地, 還真不同。等於還不如說,是有這種差別。 在《金剛經》裡,《慈眼祭》上有一個故事。 說到壽司金剛經的功德。 但是這個事物有特別的意思。 說是在宋朝的時候, 佛印禪師和蘇東哥,大家有一點來往。 佛印禪師。 佛印禪師是在蘇州,虎秋山在那裡。 講《金剛經》。 講《金剛經》的時候,都要講圓滿了。 講《金剛經》。 講到最後, 一切有威法融合環化養死, 入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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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加這個祭祀。 在聽眾裡面,有一個姓朱的。 朱禁師。 這個禁師是一個朱書人。 有一個學問的。 他原來是不相信的。 就是有一天,不知道什麼因緣, 就遇到了, 這大師來講《金剛經》。 他都是為難以講《金剛經》, 我也聽聽過。 一聽到這四句祭, 得了大歡喜。 哎呀!《金剛經》這麼妙! 因爲我自己發願,發了聲明, 我一定要受詩讀《金剛經》, 學習《金剛經》的真實意。 那麼他這樣的大歡喜, 所以就是這樣做。 天天地讀《金剛經》, 天天地要去參考書, 再學習。 所以就是這一天, 吃完午飯,睡覺。 休息。 休息做了個夢。 從他的住宿, 走過去了。 走到兩里路左右, 到一個街上。 從街上走到一個湖, 就遇見了一夥人, 有一個親密, 壓五位。 好像那個親密, 好像是一個有權力的, 另外一個五位人被這個運作壓著, 去想像酒。 他也開始走。 反正這位人, 頭手就轉變了一個胡同, 向那邊走, 他也隨時進去。 走到一個人家, 他有個親密, 這個門裡面有個親密, 掛在那裡。 掀在那裡, 掀在那裡, 就進去了。 他也不隨時進去。 進去到了廚房, 有一個桶, 桶子無人, 這個桶裡面有湯, 就引退湯。 他還願意, 那個親密說, 你是親密的, 你也不可以。 最後, 你一說, 他就醒了,醒過來。 這是白天嗎? 吃完午飯休息嗎? 這個夢這麼清楚, 怎麼回事啊? 他就起來了。 起來了, 就順著這個夢的境界, 就向前走。 走到路, 炸蓋上, 就順著胡同, 就走到路。 回來看到一家友情物聯上, 他也就先在那裡, 就進去。 他不慢地說, 他敲門, 叫門他就進去了。 進去了的時候, 就問, 說是, 你們廚房裡有什麼事情? 有什麼消息嗎? 有什麼事情? 那個主人說, 我們廚房裡有個母狗, 生了六個狗, 六個狗仔, 生了六個狗仔。 有一狗仔死掉了, 就生五個。 哎呀, 他聽了這話, 心裡面緊了。 哎呀, 如果我要不學一經驗經驗經驗, 我就變成狗仔。 所以, 他這一下子, 更誠懇地, 學習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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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習思維觀察。 觀察, 後來到了八十九歲這一年, 這一年呢, 到這一天呢, 他所有認識的出家的法師和在家的軍師, 都請他們吃飯, 向他們告假, 我要走了。 走了。 他的後緣, 他住這個家裡後, 後面還有個緣, 樹, 就登在樹上, 說十句話。 八十九年, 周公, 後來八十九歲的周公, 雙手匹魄虛空, 腳踏浮雲分碎, 立化菩提樹。 十四句話。 八十九歲, 周公, 雙手匹魄虛空, 腳踏浮雲分碎, 立化菩提樹。 我看他這個記者, 有點意思。 雙手匹魄虛空, 這個匹魄虛空是什麼意思? 就是, 非義非法的意思。 就是, 對於無違法, 一切諸法空向, 也不尋找的意思。 腳踏浮雲分碎, 浮雲就是一切有違法。 一切有違法, 如夢幻花影, 如露雨如墊, 就是如浮雲子。 對於浮雲分碎, 所以, 就是把這些幻化境界也看開了。 所以, 無違的空氣, 他也不取得了。 這可見這個意思, 就是聖道表。 腳踏浮雲分碎, 立化菩提樹。 他站在那裡, 就滑去了。 菩提樹東, 菩提樹的東邊。 這個話, 也可能說是, 菩提樹, 菩提樹在西, 他在菩提樹的東邊, 滑去了。 這樣。 他說完這四句話以後, 就從樹上跳下來, 就是站在那裡, 就走了。 這個人啊, 這是不得了。 這個豬瓶, 就是不得了。 那麼, 你像我們說是, 沒有病, 他老病來了, 有時候會糊塗不了。 他臨死的時候, 他就上樹, 他就跳下來, 站在那裡, 就走了。 問題啊, 所以他人, 這是不得了。 我相信這位人啊, 他對金剛經, 這是消息到家了。 是靜靜勇猛, 不寫下去的問題。 好, 這是不得了。 這是, 你看啊, 再剪的故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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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篇在一個樹林裡, 這個樹林裡的說法。 好, 說法的時候, 這時候聽的東西啊, 有這個驗, 這個驗有五百次那麼多。 那麼, 五百次左右那麼多一群的驗, 那些人, 在那樹林裡, 聽見佛的法人, 心裡歡喜。 什麼歡喜? 歡喜? 歡喜呢, 就是, 就從虛空裡落下來, 落成了樹林裡。 但是, 樹林大陸正好也被打獵的音, 刺著網, 刺在那裡。 這個驗, 又要落在網裡頭, 被這個驗抓住, 這叫殺死。 這個驗, 因為, 聽佛的法人, 什麼的關係性, 甚至善人, 就伸到刀利天去啊。 伸到刀利天, 伸到刀利天, 這個聖像莊嚴, 放達過敏的景點。 但是, 天上的因子化身, 和不可因, 因子太生太慢, 天上的因子化身很快, 因生孤兒孤兒孤兒, 就像人家八歲小孩那樣大。 這麼, 很快的就是一個大因子。 這個, 天上的因子和人之間的因子不同。 人之間的因子生來了以後, 呼呼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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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 不知他什麼回事, 從哪裡來的也不知道。 這是什麼地方都不平衡。 所以, 生到天上的人他知道, 自己是天, 什麼演出什麼的而來的, 過去生不是幹什麼的, 很像是個意外。 所以, 為神有什麼功德, 我都生到天上來。 我是聽佛說法的一法印, 生歡喜心, 因此而來的天上來。 這確定歡喜啊! 有的一看, 你天也有天也, 一看, 佛在雲節的說法, 就是這個事情。 他就來了。 可是這時候來的是夜天。 夜天他天, 您身上放光, 又聽佛說法。 聽佛說法的時候, 就是出國徐德凡。 你看, 這個出國徐德凡, 真的有你, 就知道。 當然, 大家聽佛說法, 折了徐德凡, 那麼, 就坐著一兒去, 就回了天上去。 阿南准准, 就是第二天來見佛, 就問佛說, 昨天夜天佛這裡放大光明, 什麼回事, 有什麼事情啊? 他說, 你知道嗎? 有一天說法的時候, 有五秒天驗, 聞佛說法的法印, 生歡喜心, 然後就死掉了, 生了天上去。 生了天上去, 他來報恩這樣, 那是天華的供佛。 所以, 就為他說法也得出, 無需的把他照料。 這時候阿南就贊贊佛, 哎呀, 佛啊, 真是不可思議功德。 不但是能夠利益了銀, 而還能利益禽獸, 利益這個鳥啊, 問佛說法得到這樣功德。 哎呀, 佛的功德太大了。 這個故事我在這個地方, 都沒有看到, 但另外還看到你, 就多了多少斤, 就是阿南就問。 這個五秒天驗呢, 文佛說法就得到許多暖骨。 他以前有什麼善點呢? 什麼業障, 或住入到院裡面去? 現在又能得到聖道。 佛說呀, 在佳設佛時代, 都是必須利益, 這五百宴都是必須利益, 那時候女人就出家了, 出家了啊, 修圖佛法啊, 但是這些出家的必須利益, 都是富貴人家的孩子。 所以他們有時候就放棄, 不知道陰神是苦啊, 放棄, 脫戒的, 所以死掉了, 就多成了宴。 到現在, 當時遇到釋迦佛, 由佳設佛, 他一聞法呀, 就歡喜生活天下。 現在問佛說法得勝到, 因為以前在做貴行儀儀儀俗, 修了事情出。 佳設佛時代聽佛說法, 修行過, 栽培過善念, 所以今天一聞法就得出國呀。 這可以看起來呀, 你要是放益, 你就要到善惡道去。 你精盡用功, 摘個善根, 也沒有, 沒有圖頭。 能遇見佛, 遇見佛就得善惡道了。 一個說是, 你不出家, 你沒出家, 我話可以這樣說, 你不相信佛法, 你不在佛法裏面摘個善根。 你或者做男人, 你或者做女人, 你要放益, 也是一樣, 有因具有果, 也是到善惡道左右。 善惡道, 到時候, 這種佛法結束了, 可能又來人間不信。 你一見佛, 你聽佛法, 未必得出國。 你一見佛法, 你一見佛善根, 你一見佛善根。 你一見佛善根, 你一見佛善根, 那就是, 那就是, 醉的因果結束了, 善惡道左右。 醉的因果在的時候, 不信, 也佔了你, 佔了你, 佔了你, 不用得邪惡。 但是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 他也同時在佛法裡面, 佔了善根, 但是也有故事, 犯戒也有故事, 這是兩個業力, 一個是佔了善根的無漏業, 一個是在事前造罪的這種, 罪業, 這兩個業力, 兩個業力, 誰先受國報呢? 罪業先受國報, 先去做了業, 這是什麼原因呢? 我們學的一切實在那裡, 就可以解釋這個問題了, 就是你造罪的時候, 你一定要用心的強, 用心的強, 用心的強, 那業力強嘛, 你用武修行的時候, 是因爲打完了, 你才這樣來振作, 你要不然呢, 你就這樣睡, 要活活力, 你就不用功, 你不用功了, 你不用功, 你這樣的心情啊, 不行, 你用功的時候, 用那個心力, 大概能到六十度, 放力的時候, 有九十度, 一百度, 也用心力, 是強者顯現, 業力強, 所以我們的, 這個因爲不一樣, 有的業有罪, 但是它功德這個業吧, 那個罪業先不受國, 你說功德, 先受罪, 因為你現在, 你現在再被善罪, 但是力量不大, 那等一等吧, 先受罪去吧, 所以從這些事情上看, 我們自己要經教, 要經教自己, 要經教了, 從這些事情去思維, 去觀察, 所以讀過去, 常常地學習佛法, 常常地閱讀經論, 從那些事情上看, 你經常去看世界上的歷史的經驗, 都是一樣, 道也是一樣, 能發道心, 我做不到的事情, 也能做到, 我原來, 你讓我去做這個事情, 我做不來, 但是經遇見了不同的經論的啟發, 啊, 可以, 我以前做不到, 我也能做到, 才應該是多讀經論, 才有意思, 這個, 世界上的事情, 我說我個人的事情, 我是一個象徵的, 種家也是種田裡, 這個是很平常的經節, 那個是能放不下的, 但是去讀這個歷史上的事情, 我常常感覺到, 在世界上做官兒, 實在是有意思, 那國王呢, 他關心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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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有本事, 他不高興你, 你看你靠邊兒, 你說你國王很大, 好,給你三關, 說意思不對, 立刻就殺手, 你看歷史上就是這樣, 而那些, 說了皇帝的恩德, 他仗著皇帝對他好, 他仗是欺贏的, 他還不交互, 皇帝要死了, 你馬上就安, 就沒有安全了, 他還不交互, 等到死了以後, 第二個皇太子上臺了, 立刻就抓這個父母, 所有財富都收回國家了, 把他的頭髮拿起來, 我看到這些事情, 我平常也不能做官, 就是唯有本事也不能做官, 才是出家好官。 我們不能做官.